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發達趕上的環節 新的嘉賓仍然是來自我們要財證券 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直耀昏先生 Stanley Johnson 你好 看看港股已經倒跌下來 恆指現在跌21點 接近19606點 而國企指數跌91點 接近10871點 成交暫時有150億 企指跌55點 接近19631點 高水26點 成交量過了2萬張 看看內地 上升指數也有升轉跌 現在上升指數跌4點 最近2294點 滬深300指數升幅顯著收窄 正在升2點 正在2462點 而深淨城市 正在升40點 正在9304點 昨天A股勢頭好到 大家都掛目雙項 今天我覺得有點調整 比較健康 但有沒有說過年之前 如果股市上升指數 如果不站穩 在2300點上 會否說過年後 情況都是危危苦 基本上 說真的 內地的市 其實比較難測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就是 看一些政策的情況而定 比如你說 好像近日理解 其實你說見到 為什麼 可能先說回 為什麼內地股市 突然會有這麼強的升幅呢 最主要本身 就是說 從最初 就是溫總 對股市方面 提增信心 沒錯 之後 也是一連串 有些比較利好的挑釋 比如說 有些運動基金 可能會入市 也有一個易回購的操作 甚至乎 好像 外面 我自己也認同 可能在之前的時間 充斥價值之前 可能會減存盤率 這些因素 其實全部都對內地股市 相對比較有利 所以你會見到 這個成交量方面 其實就是上升方面 其實你會見到 那個成交量 在過晚這段時間 其實是顯著 增加了 就是升市那幾天的時間 所以都反映了 其實就是內地的市況 基本上 這些投資者 都真的挺看著 一些的割策來做事 所以那些 有割策扶持的話 都真的可以馬上 激活了 就是內地股市的表現 所以你說 在這個層面上看的話 當然第一樣 就是好視乎 就是說究竟在 新年假期之前 或者之後的時間 我們有沒有一些 放縮銀劑的政策 出台 這是很重要的 其次就是說 其實看上年 整體上的市場的表現 就是內地的A股方面 為什麼穿得這麼頑皮呢 其實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本身 當然有很多 可能外圍方面的因素 或者一些落圍的因素 大家比較關注的原因 就是本身 內地方面出現了 一個三高的現象 什麼為之三高 就是很多新股 發揚的時間 以一個高的招股價 一個高的市場率 以及一個高的雜資額 去進行一個招股行動 但是這些行動 變相又造成 令很多股民來輸錢 因為你看看內地方面 其實比較怪現象 其實很多新股 雜資 就是上年來計 可能有些雜資 是以100倍P上市 比如招股價 可能是以100元以上來計 你見到股民方面 可能上面的股民 就覺得是 可能越高的PE 或者越高的股價 可能就越好炒 所以變成 當時很多股民 就去到應求 但問題就是很多時候 一上市那一下 就破壞 所以變成有很多股民 其實在新股上 就是輸了不少錢 所以以至到 你看到整個內地的投資氣氛 其實是做得比較 所以在當時的情況下 所以溫總提振股市的情況 覺得那個延遇方面 其實我反而覺得 是針對這個市場的情況 而有一個比較大的 一些政策的措施上 可能會有些調整 雖然在內地股市方面 我自己認為 當然近日來的氣氛改善了 但問題是都要留意著 始終變數比較多 而且始終一直以來 都受到很多的割測 有些政策上的左右主 所以你說內地股市能否 譬如說在春節期之後 做得沒有理想的表現 我都覺得是 視乎這段時間 究竟有沒有一些 新的政策 會推出來提升股市的表現 沒錯 我記得之前都和你談過 其實我們都研究過溫總的方法 其實主要 因為頭大半節 都是說針對新股市場的政策 或者是一些監管方面 提升股市信心 都是最後一句 輕描淡社說了出來 其實之前 前兩天 又有個 又是全民的 其實我發現內地很喜歡炒全民 就是有個過千億的養老基金 又會由銀行到出籠 又說要入市 其實不停有這些基金說要入市 其實我們究竟知不知它入了市 通常是入了市才知道 沒錯 你未入市之前 基本上大家都可能是掛股一下 甚至乎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好像昨天 央行那個易回購操作也是 你見到其實是突然間 可能有消息說了出來 所以大家才知道消息 原來又出了這樣的消息出來 才做事而已 都是出現同樣的現象 但至於你養老金的問題 究竟是不是入市 其實就看你怎麼看 養老金其實本身 應該可能是投資一些 比較安全一些的產品上面 因為始終你說是一些養老基金 但是你說既然 一些領袖級人馬都說到 這些市房可能入市都沒有房 所以你說究竟 這1000億裡面 可能你說等部分進去股市裡面 我覺得都不出奇 好啊 還有之前說的易回購 其實見到業內的預期 他就說央行商會繼續通過 易回購操作 向市場輸血 他就說其實都很難阻擋到 資金利率的飆升情況 其實這次出了一個易回購 其實市場的反應都幾慢 而且內地市場永遠就是 公務員的數據或新聞出來 即是下午才有反應 看看這幾天會否升勢可以持續 但現在看到上指數越跌越多 跌11點 最近2286點 跌11點 而滬深300指數跌9點 最近2451點 而心理成績也都跌18點 最近9245點 其實有沒有說今天要回多少 包括港股都是 先叫做一個健康一點的調整 其實沒有說回多少 但問題是 你有經過一個急的升勢 如果有輕微的回調的話 你對市場也是比較健康的 因為本身 你說這些叫做長期的看法的話 如果你不斷的 一日升三至八點上去的話 基本上也是沒有這樣的可能 而且你看過往的情況 當然急升完之後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回吐 所以你說在昨天急升之後 今天有一個輕微的回吐壓力的話 我都覺得是 稍微都是正常的 但是都是剛剛說到的那一句 就是說本身 你說見到市場方面 其實都真的氣氛上去轉好 但問題就是說 在下星期的情況 其實因為本身 真的外來方面的變化 都真的挺變幻摩擦的 都比較難去估計 所以都是建議一下 總之就是 在春節隔期之前 我都建議一下 如果你的持貨比較多的投資者 都真的要考慮一下 可能都是先能減綁的 但是我自己 其實面對著股市 我又覺得驚頭蟹囊 急升又急跌 其實如果不想 沒有那麼大風險的朋友 其實買一些ETF 或者買一些基金 會不會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都可以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問題是 如果你說在股票 即是股票市場裡面 其實都有些股份 可能比較 相對比較 可能不要硬正 就是比較 風險比較低一些 例如中移動 或者領域這些 本身基本面方面 或者基本質素 其實是不差的 例如中移動為例 你看到內地電信業的龍頭 也不受經歷周期的影響 這個股份 我覺得逢得吸納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一點錯 尤其是中移動本身 在圖片上都可以看到 這段時間 這個是六個月圖 即是半年圖 其實半年圖裡面 你會看到 在72元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相對比較硬正 甚至如果拉長一點看的話 再拉一年圖看的話 你會看到 我想再遠一點 三年圖來看 你會看到 本身的股價 去到大概68元這個位置 又是基本上 就算這三年裡面 基本上你除了開手這段時間 叫做跌過之後之外 基本上近這三年 是沒有什麼跌過這個位 600元這個位置 所以你說這些股份的話 即使你現間買的話 你當是68元一成左右 你當止蝕 但問題是68元這個位置 我覺得應該不會怎麼穿 所以你說這些股 其實就 有派 相對比派了幾個不錯的息錄 所以這些股 我覺得 如果是長期吸納的話 其實都不差 沒錯 還有看看領匯823 根本都沒有跌過 現在做了28.5 跌了半個百分點 根本就在28元樓上已經站穩了 沒錯 謝謝Stanley 節目時間又到了 麻煩你申報一下 剛剛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也沒有持有的 稍後回來 繼續有我們要財財經台 下個環節就是 即場教導資問必答的環節 如果想問的話 歡迎大家擁約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是204-6566 電話號碼是 ASK-BX-Channel.com 稍後回來 問答環節再和大家見面